相切点,所以你特别注意,按Shift键 加右键 然后找到相切点 碰它一下,相切点,到这边也是一样 或者你甚至把这个地方直接相切点打勾就可以了 但是很容易被四分点给干扰,所以你可以把四分点先打勾取消 然后碰到它 或者再按一下,相切点,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圆 再来的话,第二个圆一样的方式,所以按右键 重复三点 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内切 里面的这一个切边,所以也是相切点,第二个 也是按右键Shift键右键 这样的话就第二个 第二个圆产生 产生之后的话,我们就把不需要的线段删除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按修剪,马上按Enter 那这地方的话,这个边 这个边 然后 这一个 这一个 那特别注意,你最好是可以再放大一点点,有些地方 细部的线段 这样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这个线段 那独立线段的部分的话,就把它选取,按Delete 独立线段把它选取 选取之后的话,把它按Delete 像这个独立线段 这个独立线段把它Delete 好了以后的话,那这边就很简单,就是用 环形正列,那总共数量6次就可以了 那我们环形正列 选取物件的话,我们就选取这一个 用创选的方式 创选的方式 Enter 中心点的话,我们抓这个中心点 那数量6个,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练习 这个画面的话呢,把它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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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